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主题 就是你的网站能不能够行销到大陆去 你的网站可不可以行销到大陆去 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 网路行销懒人包里面的一些付费课程 主要就是第一步先教你把一个网站 用很便宜的方式 甚至用免费的方式 就可以架设一个很简单 但是又很专业很漂亮的网站版型 那你架设网站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行销你的网站嘛 对不对 那行销网站如果你的客户群是台湾 或是全世界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行销到大陆去 你要特别注意 大陆有一个金盾防火墙 金盾防火墙其实就是他们的国家等级的一个防火墙 因为大陆的资讯常常会被大陆所屏蔽 被他们的官方所屏蔽 屏蔽就是什么 就是被挡掉了 像台湾的Yahoo网站 大陆是看不到的 那你的网站大陆能不能看得到 如果看不到的话 那你的客户对象又是在大陆 那我们就要找另外的方法 在2016年的年中之后 我会再介绍更多 大陆行销方案的教学课程 那我们现在先来讲 如何去得知你的网站 大陆可不可以被看见呢 首先并不是我说了就算 而是要去做测试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greatfire.org 所以你只要在网址列上面打这个 greatfire.org 它就会自动跳到繁体 z就是代表繁体 然后你在测试网页的地方 输入你的网址 像牛奶爸的网站 行销懒人爸这个网站 这个网址是 www.infobox.com.tw 那我们就把这个网址贴到这上面来 然后就开始按测试 测试网页 好 这时候你就要去等它 目前正在等待 它会去开始扫描 那它可能最多会花524秒的时间去做测试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平均大概花60秒的时间去做测试 那我现在先按暂停 跑完的时候我再继续讲给你听 好了测试完毕 哦尴尬了 你看今天是10月13号 这是测试的结果 可是呢 我刚刚在录影之前的前5分钟 我测试的结果是绿色的 那这边有告诉你 红色代表屏蔽就代表真的看不到 然后矛盾 什么叫矛盾呢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然后绿色就是没有检测到限制 就是可以过的意思 那黄色呢除屏蔽外的限制 我实在是看不懂它写什么 好不管我们就先点这个 今天13号把它点一下 那它这边有写说 你看7.40分35秒上午是绿色的 然后现在7.2 上午7.2.3.5就好是矛盾的 等于说它的每个时间点其实 畅不畅通的因素很难去掌握 这是其实大陆很大 大陆很大 那有很多省份 那有时候这个省份不行 有时候那个省份OK 而且呢还不见得是 有持续性的状况 不见得 就是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是那样 那根据我以前贩售 电子邮件伺服器到大陆去的反应呢 有很多客户会反映说 大陆那边寄到台湾的信 有时候可以通 有时候不能通 或者是伺服器放在台湾 然后大陆人收发电子邮件 就是电子邮件伺服器放台湾 然后大陆人收发 大陆的员工 他们要连线到台湾收电子邮件 的时候呢 也是有时候通 有时候不通 这个状况 有时候通 有时候不通 不是每次都不通 或者是每次都通 所以呢 这个很难掌握 对 好 那这个就是测试结果 答案就是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 第二个网站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网站叫做 websitepouse.com websitepouse.com 这个网站呢 我先回到首页去 然后右边有一个free tools free tools的 这个 这边有一个test tools 里面有一个website website里面有一个china firewall test 中国防火墙测试 好 点击一下 那你如果觉得刚这个你记不起来 看影片记不起来的话呢 你在我们的部落格下面 我有把这个连结直接贴上去 你就点击那个连结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你就输入你自己的网站 比如说我的是http 这边有双斜线 gbow.infobox.com.tw 好 然后呢这边会有写 上海 China 这边是北京 那是广州 这边是香港 我先测试上海 然后底下这边是纽约 然后德国的哪里 然后还有澳洲的哪里 那底下这个我先不要管它 我就先测试中国的四个点 perform test就是开始做测试 按一下开始做测试 OK 这次测试结果目前显示状态是OK的 所以呢 这边有写URL 这是我的网站 那我的网站目前测试结果是OK的 在哪里OK 就是刚刚讲在上海是OK的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去 好 那我这次要测试北京 北京 测试 按一下测试 好 这测试的结果北京也是OK的 好 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去 然后这是我们测试广州 测试一下 好 好广州测试结果也是OK的 好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去 再测试一下香港 香港再不行就奇怪了 好 香港测试也是OK的 OK好 那这个网站呢 我们再回到上一页看一下 这个网站它可以测试的地点比较没那么多 但是就是比较主要的大陆几个 几个省份就是上海 几个这个叫什么大都市上海北京广州比较大的香港好那还有一个第三个网站第三网站叫做web卡卡 web卡卡.com web卡卡.com 这个web卡卡.com呢 一样在首页的地方 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按check 好 那对 注意一下再回到上一页给你看一下 在check的时候呢你要选择国内检查点45个这个国内指的就是大陆国内 那或者你要测全球 全球应该没什么好测的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市场就分两个嘛 一个就是大陆 中国大陆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 好 那我们按一下check 这边 它这边还有让你测试你的浏览器 测试对方又使用什么浏览器 这个更精准的意思 假设对方是用chrome的话 或者是用IE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下确定 确定按下去之后啊 他这边开始扫描20个19个 每扫完一个他就会减少一个18个 那底下这边呢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限制 每一个省份 每一个省份 那这边有没有15号 我就卡掉一下 好剩下倒数最后一个 然后他这边有告诉你 红色代表 差 橘色代表比较差 黄色是警告就是可能 讯号有时好有时差 假好就是 这些地区都是ok的你看 黑龙江 绿色代表完全通通畅 然后山东完全通畅 陕西 湖北 重庆 云南 那 这个呢 个人是觉得当参考啦 所以我为什么我会去找三个网站来做测试 光是从一个网站我觉得准确率可能还也有待商榷 不能进信 不能完全相信 那这边你看 他这边有比较 比较深深度的分析就是这是我的IP吗 我放在weber里的IP吗 美国的IP 然后他写广东东莞这个是都ok的 红色代表禁止通行 红色代表不能通 像湖南湖北不能 那看这边其他安徽可以 杭州可以 上海ok 江西ok 好 所以呢 你说你的网站大陆能不能看到 你要当你要说大陆的所有的省份100%全部都可以看到吗 是目前是不可能啦 目前是不可能 所以总是有些省份是看不到的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主要的 你主要的客户的那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有客户在当地 他最简单的就是你直接请他上你的网站 可不可以看得到就好了 就不用这样测试了啦 那一般你会这样测试 大部分都是可能我大陆根本没有朋友 但是我东西又想要行销到大陆去 那你就先测试一下看看 可以通的那个省份有哪些 那搞不好那些什么的人 刚好你就可以打中那些人当成你的客户 那今天呢 讲解的主要三个这个网站 就是用来测试一下 你的网站哪些省份可以看得见 哪些省份可以看得见 那当然你的行销工具 如果大陆看不见那当然这个网站 我们就不会很用心去经营这个网站 那在大陆行销的工具 其实目前以微信QQ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还有大陆的大陆的博客 如果你的资料想要放在大陆的话 那目前呢自行驾站在大陆地区 如果要100%看得到 据我所知 就是有些企业他们就会直接在大陆 租用主机像这个 大陆在直接在大陆租用主机 然后把网站架设在大陆地区 可是在大陆地区架设网站是需要报备的 要报备的 不是说你想架网站就可以架网站 因为他们官方不允许 官方一定要是报备过的网站才能够架设 那报备呢就是大陆要有公司啊 所以呢 大陆的行销 如果你是住在台湾 大陆没有公司 你要做大陆的行销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技巧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从其他平台去进攻 那这个呢 我们在2016年的下半年才会再讲这个 但是呢 你要注意 如果你的网路行销懒人包没有学好 原理没有学好 架构 观念你都没有学好的话 你不管你到哪边去做行销 你都会失败 所以重点是 你这个是我们 我的网路行销 懒人包系列课程里面包含 网路行销懒人包 这第一阶段 你都学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行销全世界 但是不一定包含大陆 不一定包含大陆 那影片行销懒人包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做影片 去做影片 然后呢 你才有办法去做行销 可是在大陆呢 你放在YouTube 或者是放在Vimeo的平台呢 是行不通的 因为大陆也会去封锁这两个平台 不一定每个省份都看得到 所以呢 但是这些工具你要学会 等于说整个原理你都会了 工具的特性你都掌握了 那到时候呢 在大陆行销懒人包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些技术啊 应用在大陆可以使用的平台 比如说你会做影片了 那你要放在大陆的哪些地方 放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那你会做系统跟进了 那你要应用在大陆的什么平台上 你会做手机录影 问题是你手机录完之后 你要利用大陆哪个平台让大陆人看到 所以这个是基本功 红绿行销懒人包 影片行销懒人包 这是基本功 你都做完之后呢 你要行销全世界其实都OK 但是在大陆会被阻断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呢 你再去想想看 如果你的产品是想要行销到大陆去 或者是你的服务是想要行销到大陆去的 比如说台湾的民宿业者 或者是台湾很多小吃的那个 凤梨酥之类的啊 产品啊 那你就要去学习大陆行销懒人包 他必须要去使用 比如说微信 微信的个人号 微信的公众号 大陆新的部落格 还有大陆影片平台去哪边放 然后QQ帐号 email等等 那这部分呢 我们目前没有琢磨 没有任何的琢磨 所以这个是在7月1号 明年的7月1号之后才会发表 影片行销懒人包 那这个呢是明年的1月1号会发表 影片行销懒人包 那学习呢要循序渐进照步骤来 那当然这个网路行销懒人包 是最基本的入门方案 如果你这个都学会的话 包含LINE AT你怎么去应用 那以后 因为LINE AT跟那个 微信的公众号 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嘛 你这个东西如果学会了 你知道这个整个原理整个架构 那技巧怎么使用 其实就是一个Mega 那个Mega掌握之后 你以后要去用其他的工具 就方便了 你就一通百通 融会贯通 好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介绍